準台北市長蔣萬安今天進行的第四波的小內閣人事公佈 也是他的最後一波 其中這些名單裡面的最受矚目呢 就是國民黨立委林一華呢 確定將接任台北市的副市長 而將預計將在明年的2月1號正式上任 而之所以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呢 以不斷的跟他遊說最後的成功說服林一華能夠接任副市長 蔣萬安用名將難求來形容這段過程 我找副市長的考量其實非常簡單 我就是要找最好的人才 能夠符合市民的期待 也能夠帶給市府團隊最大的助力 所謂千鈞易得一將難求 林一華委員就是最適合的人選 其實就像李四川副市長 他對於公務非常的專精 也有非常好的溝通協調能力 也有完整的行政歷練 所以川北他的專業 他的親切 受人敬重的特質 就是讓我三顧茅庐敦請他出來 一定要共同為台北市打拼 林一華委員 他長期耕耘教育議題 也擔任過多屆的台北市議員 也是擔任過台北市 以及新北市的教育局長 又擔任立法委員 所以他對台北市政的熟悉 我想無人能出其右 同時又有豐富的行政經驗 所以他能夠協助台北市政府團隊 持續的跟社會對話溝通 而這段期間 特別這一個月 一華委員擔任交接小組的召集人 有手有為 對於台北市重大建設的方向 以及細節 他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能夠馬上上手 因此一華委員和川北 就是最適合的副市長人選 而令一華之所以要到2月1號才接任呢 在外界組服 偏能聯想就是在於2月1號接任之後呢 立委的任期其實也只剩下不到一年 屆時也不用補選 這對於國民黨來說呢 其實也是省下了一些備戰補選 這些相關流程 而另外一部分呢 備受矚目的就是 有蔣萬安的金普聰之稱的余政華呢 接任北市研考會主委 在12月25號蔣師傅全面入主 市府之後呢 那這些團隊的到底是 到底名氣跟他們的時機呢 能不能相符 將接下來將接受所有台北市民的全面驗證 我們將持續在現場為你掌握最新情形 時間盡頭暫時將門內 立刻下載進行web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